可以听到吗 那边人看到了吗 我已经开始了呀 可以听到啊 好的好的 辛苦各位班班老师读下学啊 然后我们七点半准时开讲 哎 各位师兄好 各位师兄好 看到大家互动的弹幕了啊 非常感谢各位师兄的支持 很久没有在这个答疑课中跟大家碰面了啊 好的好的 那我们等一下其他师兄哈 等各位班班老师再在群里进一步读学 我们这个过两分钟准时开始 那么今天呢 就是我们基础知识答疑课里面的最后一讲哈 那这一部分讲完之后就要告一段段落 然后我们再看后期给大家呃呈现怎么样的课程 那当然大家有什么想听的都可以反馈给班班老师啊 我们就是会进行排期啊 然后在这个呃呃呈现给大家 好晚上好晚上好 哎这周直播有点多呀 对吧周一是九龙老师的直播 昨天晚上呢 又是这个昆平先生的公开课直播 今天晚上沐阳班班又来给大家做答疑课直播 好 沐阳老师露下面吧 哎呀在这个武汉线下课大家就能见到我了哈 下个月初啊 9月2号到9月4号 这个武汉有弟子班的线下课 到时候各位啊 师兄的班班老师都会闪亮登场了啊 哈哈 好大家晚上好晚上好 好啊 目前进入直播间的师兄还不太多 辛苦各位班班老师啊 再次读下学啊 对呀沐阳老师是男的呀 哈哈 好啊 今天给大家啊 今天应该是第三还是第四次给大家上直播课了 还是稍微有点紧张啊 好我们再等一等其他师兄 马上就开始我们今晚第14讲直播答义课 今天晚上讲的是这个啊 通过八字 看子女和性格这两个大的知识点啊 就是呃 我们这个基础答义课呢 主要就是带大家复习一下这些基础知识 然后呃 再给大家稍微拓展一些新的知识 因为 九龙老师课程非常通俗易懂 但是有时候难免还是会遇到一些疑问 那么我们做这个课的 初衷呢 就是说给大家做一个知识点的补充和精讲 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啊 大家平时在学习过程中如果说有什么这个不明白的一定要找到我们的班班老师也要在这个学习群里多多跟大家互动探讨和交流 就是学习不是一步登天的事情吗 他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就是刚加入呃 学习的师兄也不要着急 咱们慢慢来啊 咱们呃 班班老师的愿景 就说希望帮助大家都学会这个呃 看八字断事的一个本领 哎 晚上好 晚上好 好 我看直播间的人数进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准备开讲了 好 呃 今天的主奖老师是沐洋老师哈 呃 今天是我们基础知识篇的答疑课的最后一讲 还是和往常一样 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学习步骤 那么我们的学习步骤是 先复习回顾四节公开课程 然后学完这部分 再看1到56节课的基础知识课 最后结合直播课和专题课 就是来复习 这个大家可以简单过一下 我就不多提了 因为前面也讲过很多次了 大家如果说不清楚学习步骤的话 一定要及时找到白满老师 因为我们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学习方法 好 在这里给到大家一些学习建议 这个是我今天专门重新梳理了一下 那么我们分为四个部分 那么在刚加入学习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前期 一定要先把基础知识课过一遍 对所有的基础知识理论 你要去理解记忆 对吧 要理解它 比如说九龙老师 在第二节课讲到了 八字看出生地周围的建筑物 那么我们就要抓住这节课的一个核心重点 那么这节课讲到了十天干和十二地支 它代表的一个意象 我们就要把这个给理解给记下来了 那比如说甲木对吧 它代表这个高高大大的树木 那么我们以后看到一个日元为甲木的人 就首先要想到这一点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学习方法 所以说在学习前期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知识给理明白 给理解 然后五行啊 十神啊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内容 这一部分大家可以结合基础课 以及班班老师发送给大家的这个 呃 异学名词解释大权一起来学习 那么到学习中期呢 一定要结合咱们的这个答疑课啊 和直播课来记忆和背诵 班班老师也会给大家发送一些 比如说口诀图啊 或者说常用的一些知识指南给到大家 在这学习中期的时候 大家要完善自己的这个 就是分析断射的逻辑和顺序啊 那么到学习后期 一定要在班级学习群里 多多沟通探讨交流 那么沟通探讨交流的时候呢 就是比如说 师兄A发出来一个八字 那您要对他进行一个分析 把您分析出来的点列个12345 然后再得到他的反馈 最后要找出我哪些断对了 哪些断错了 那么错的原因在哪里 自己找啊 自己就是发现不了问题 那我们就去找班门老师 然后也可以结合我们的这个算八字表格的作业 进行实操分析 那这个这里是进步最快的哈 就是学习后期 这是一个重点 我们班门老师就是大家加入之后 是有三个月的这个学习服务期的 那么学习前期 对应的就是第一个月 中期就是第二个月 后期就是对应的这个第三个月 所以每个月大家要抓住自己的一个学习重心哈 那么最后呢 就是一个提升进阶之路 就是我们网络班呢 只教大家看八字和分析八字 我们要把这个基础知识点弄明白 那么你查出问题之后 肯定是要解决问题的嘛 那后续就是可以考虑加入弟子班 跟着九龙老师一起学习这个化解条理布局的方法 我们看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这样进步肯定是更快的 那个算八字表格可以找班门老师领取 这个表格如何填写 在我们的基础知识课 三十六课 四十课 四八 四九 五十 这五节课中都有讲到哈 那么我们学习过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摆正自己的心态 欲速则不达 行之有利 每个过程都要踏实 有的师兄刚加入就觉得 哎呀 老师他们都在群里断了这么多内容啊 我还一件事都看不出来 我好着急 那这里我就想强调的是 学习本来它就不是一蹴而就 一步登天的事情 肯定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你看小朋友他在学习这个 比如说他学习这个英语 他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记住了 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那大家一定要这个沉下心来啊 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好 那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八字看性格和子女信息 主要是分为三块啊 第一个是八字看性格 第二个是八字看子女信息 那这里我们会讲到五点 与子女元博的信息 什么时候生孩子 看子女的成就 这里是个重点啊 因为很多师兄 他不会找这个格局用神 大家在问班班老师的时候 关于这一块内容 问的也是比较多的 然后第四点呢 就是看子女 如何判断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第五点呢 就是依靠我们的断事 的一个重点的一个要素 就是神煞来断子女的信息 最后呢 会留这个十到二十分钟的 一个答疑时间哈 声音比较小 师兄可以那个 就是调整一下手机音量啊 或者说重新进入一下 好 那我们就正式开讲 那首先 大家在看 拿到一个八字 在看性格的时候 可能会从哪些 这个角度着手去分析啊 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 跟沐阳班班 这个沐阳老师互动一下 就是你们拿到一个八字 你想去分析这个命主性格的时候 你会从哪些点下手 首先是看什么 其次看什么 大家可以说一下 你们分析的一个思路啊 可以在打在这个评论区里面 我看有师兄说 从格局角度来分析 深强深弱 好好好 我接近话筒一些哈 我看一下 可能声音是有点小啊 先看时辰 月令 五行 格局 对这些 看到大家跟我的互动了 隔局日元 这些都没有错 都是能够分析个所以然的 但是 分析性格的点非常多 我们从哪个角度入手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八字 我去这又是天干 又是地支 又是藏干 又是神煞 又是空王 这么多因素 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始下手了 那这个时候 就是一定要找到你此时此刻 你要分析什么 你要从哪个点着手 这个思路一定要明晰啊 对 我看有很多师兄讲到了 看日之 格局和时辰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啊 那我们在分析性格时 可以参考的点有哪些 分析性格时可以参考的点 有日做时辰 格局 地支哪个字比较多 八字的阴阳平衡和造势平衡 以及还有一些其他师兄说的这个日元强弱 这些都是可以分析的 但是我们首选哪个呢 那肯定是看日做时辰哈 那这里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优先看日做时辰 就是我们讲到就是日做时辰 他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呀 他不会说随意变化 为什么不先看格局呢 就是因为有的人他是杂气格 对吧 那么他是杂气格 你你无法取出一个固定的格局 无法取出固定的格局的时候 你就不太好去分析 因为杂气格的人 他的格局会随着大运不断的发生变化 他的格局是不固定的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哈 日做时辰 你这个日注是固定的 那我们就以日做时辰为准 什么是杂气格 这个健康士福同学可以参考一下前两节达一课是由我们的慕言师兄 慕言斑斑来给大家讲解的哈 这个就是这里就不带大家复习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往期的答一直播客哈 那么我们分析性格时可以参考的点 第一个就是看日做时辰啊 这里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格局 这里可以看往期达一直播客来找到答案 第三个呢 就是看地支哪个字比较多 地支的这个十二地支 我们可以分为三组来记忆嘛 那么子五毛友 他的气比较纯 只有一个本气 或者说一个本气加一个中气 那子五毛友 我们又叫做四镇位 四桃花 四镇位呢 就是这个镇东 镇南 镇西 还有个镇北 对吧 那子五毛友 他是四镇位四桃花 这就是八字地支 子五毛友比较多的人 他的这个人是比较单纯的 就是这点准确性是非常高的哈 我看过很多八字 包括我自己这个八字中也是带子带五 那么有人说这个就是地支子五相冲 代表这个医生为情所困 也会有这个点啊 然后第二组呢 就是迎生四害 那迎生四害我们叫什么 就是四翼马 那翼马他是不是在不停的奔波呀 那他就是也可以和性格相结合 第三个呢 就是陈虚丑位 陈虚丑位 我们也是说过 他是一个和这个医学宗教有缘的一个信息哈 那这种人他就相对来说会性格方面会比较啊 这个沉稳 对 然后阴阳平衡和造势平衡呢 那阴阳平衡这里呃 就是可以看水火嘛 水多还是火多 这个阳干阳之多还是阴干阴之多 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课里面讲到的这个人的性格是优柔寡断 还是这个就是呃他的一个反反向的哈 就是可以结合这一点来分析 那我们呃最重要的呢 还是看依据这个日坐时神来看一个人的性格 我们说天干时神呢 代表表面给人的感觉 地之时神 他代表内心的想法 也是讲到了一个天干主外 地之主内啊 这个点就是非常重要 也是天干主动 地之主静 啊 这一点就是大家可以记在自己的一个笔记本上哈 后面可其实可以去延伸分析的点是非常多的 哦 我看有师兄在提问哈 那这个后边会给大家留专门的一个答疑时间啊 好啊 那现在我们说日元自作日之的本期时神 他代表脾气 那么我们先来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啊 来记忆一下这里 就是也可以找找规律啊 那我们说这个时神和商官啊 他代表脾气 这里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商官望的人他比较上进 比较上进的话 也时神多了变商官 他就是比较上进 那同时他就带有这个脾气的一个特征 然后第二个就是七杀 他代表暴脾气啊 七杀同时也叫做偏观 这个点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因为有时候有的这个八字排盘 他可能显示的是偏观 或者说有的资料上他显示的是偏观 那很多师兄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和七杀是一样的 就跟偏应也叫消应 也叫消神一样 这里是指日元自作的啊 自作的日之 那比如说这个 日元物土 对吧 物土 然后物土做子水 对吧 他就是自作正财嘛 对吧 就是土克水为财 子就代表正财 那么正财日元自作的日之就代表脾气 代表他这个命主是一个好脾气 就是这样来分析 然后偏应呢 代表的是慢脾气 笔节呢 代表是降脾气 不服 喜欢真 偏财呢 代表倔脾气 代表过度自信 相信前四组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啊 那么后两组就是降脾气和倔脾气 哎 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大家可能觉得哎 这两个字好像差不多 但其实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啊 那这里沐阳师兄就给大家这个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 那像这个笔尖和节财 他代表降脾气 对吧 降我们看到 从字形来看 他这里是不是有个牛字啊 看牛 就代表这个人比较这个顽固 韧性 那么倔强的降 就是这个降字 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这个人 这个就是比较固执 顽固 不服劝导 他他就是不服你 脾气降 然后啊 这个喜欢真 他就是是一个 怎么说来 这个降代表一个贬义的说法啊 他是带有贬义色彩的 那么这个倔脾气呢 倔脾气呢 他相反 他就是一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包义词啊 对他是一个呃 包义词 那比如说这个倔强的这个倔脾气 他就指的是他这个性格比较顽强 对于一个目标啊 他有这个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坚忍毅力 不认输 他的意志非常坚定 那么就是容易导致过度自信啊 他是代表这个执着意念的一种表达方式啊 这里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个区分 嗯 那关于日元自作日之的本气时神代表脾气 大家能够理解吗 本气 这里一定强调一个本气哈 理解的师兄在评论区扣个一 好吧 一听声音就是沐阳老师 感谢师兄 对我还挺熟悉的 对啊 如果对这个知识点比较就是已经能够理解的 师兄可以扣个一哈 不理解的师兄扣个二 嗯 这里已经强调是本气啊 我们说地之藏杆 他有本气中气和鱼气 那么本气呢 就能量最大嘛 中气呃 是也叫做这个弱根 鱼气叫做微根啊 呃 打二的师兄是哪里不太理解啊 可以顺带把你的这个问题带上啊 然后这样我好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讲解 哎 感谢大家的互动哈 卡勒的师兄可以这个呃 重敬一下直播间 对主要是看本气 比如说 日做的时辰啊 日做的这个字 它里面有三个藏杆 那么三个藏杆里面我们只看本气啊 只看本气 中气鱼气也算 但它能量比较弱 我们以本气为准 它是这个number one啊 对这个是看自己啊 它代表的是自己 因为我们说四柱八字嘛 它主要是代表的自己的一个性格特征嘛 我们说八字是人生的说明书 那么可以这个具体化一点 就是说八字是自己人生的说明书 它是能够看到一些六轻的信息的 但是这个六轻的信息很局限啊 是很局限的 如何去找本气和中气 这个师兄您直接排个盘就好了 直接排个盘 然后就能看到显示的地支藏杆啊 这个是最基础的内容 师兄您可能是刚加入学习 那么这个一定可以 就是可以参考一下班班老师发送给大家的一学名字解释大权 我们把最基础的内容一定要搞明白哈 五行和十神的这个相生相克关系啊 对是小白 那我们就更得这个加把劲啊 一定得弄明白才行 然后就是这里可以找到一组一个记忆方法 那么我们说正字背 就是正观正应正才 它都代表好脾气 因为它是就是可以可以理解为一个正向的嘛 那么十神商官这里一起记 十商代表极脾气 这里怎么记忆呢 就是商官你想 它是不是非常上进啊 那你上进的人有时候你解决 解决不了一定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是不特别着急啊 就这里大家可以记一下 那接下来就要带大家做这个呃 练习了哈 这个一学名词解释大权在哪里 直接在哪里 就是大家如果说买了我们的这个纸质资料的话 纸质资料里面是有这部分内容的哈 呃内容的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直接找班门老师要电子版啊 直接找班门老师要这个电子版的资料 好的 对 我我是时神就是个急性子 那说明这呃 刚才为什么说强调要优先看日做时神 就是因为这个它是它不会轻易变化 它很准 而格局呢 它也是可以看性格的 但是格局有的人他取不出来 对 他有的人他是取不出来的 取不出来的话 你就不好定他的脾气 哪里可以买这个直接找班门老师就行了哈 就是我们有给大家打印好的 然后呃也提供电子版 各位师兄可以自己打印 也可以购买我们打印好的 都是比较方便的 嗯 买的资料里面是有的 可以看一看啊 嗯 我们说呃我正观 但是是个急脾气 那这里就是 可以考虑这一点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人哈 他是已有日注 已有日注 他就是一个这个日做七杀嘛 为什么呢 金克日元为木嘛 木是代表一个笔节对吧 然后呃克我者为官杀 那这里就是官杀 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他是一个温温尔雅的感觉 然后呃就是每天都很温柔啊 怎么了 然后我我去跟他验证 我说你平时日常生活 就是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吗 还是在工作中是这样子 他说我在日日常生活中 或者说对家人脾气都是比较大的 比较爆的 然后所以说这里大家一定要去就是理解一下哈 有的有的他这个就是性格怎么说来 他是呈现两面性的 就比如说呃就是对外和对内可以这样来分析啊 对表面上是和实际上 对 这里大家可以去多多验证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 好那这里呃 关于这一页的内容各位师兄都能理解了吗 如果说能理能理解了的话 抠个一还是抠个一 然后我们就带大家来练习了啊 对每个人都有两面性 这个就是圆局的四柱八字啊 代表先天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出生之后固定的四柱八字是固定下来的 只是说后天的大运流年环境会影响我们个人啊 这点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有的人觉得哎呀啊 老师我的这个夫妻宫不是喜用 是不是我代表代表我这一辈子 这个婚姻都不幸福啊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这只是一个先天状况 后天还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 再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个结婚则集 为什么要八字配婚 对吧 那就是说呃身边的环境和对方是会影响人的 是会影响人的 那包括呃我们之前讲到有一些化解的方法啊 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不和 那么哎那怎么化解呢 生呃就是生一个孩子选好他的八字 对吧 这就是一个化解的方法 那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弟子班都有详细讲解的哈 好这里的内容大家能理解 我们就带大家来做这个练习了啊 好首先看到这个八字大家可以互动一下 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对我们说以这个日做的时神来定性格 大家可以这个啊打想想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是不是刚才哎理论我都听得懂 对吧 拿到一个拿到一个八字我又不知道从哪开始分析了 对这里就是一个倔脾气 那刚才我也讲到了倔脾气和降脾气有什么 就是不同的点哈 好对这里就是倔脾气 一定要呃可以这里就是带大家学习答疑课的时候 大家可以这个边理解边记下来啊 边记忆 这样就是能够把当堂课程的这个内容给吸收 这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对倔脾气 就是我们知道他是什么倔脾气 但是你在给命主断事的时候 你不能只说哎 你是个倔脾气三个字对吧 那你这是吧 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 你可以靠着这个事去延展延展 比如说刚才我说倔脾气有哪些这个特征 对吧 他和降脾气有什么特点 你可以围绕着这三个字去把它就是拆开 你把它详细解读一下 那给命主的感受是不是会更好呢 对吧 嗯好那这个大家都答对了哈 对好几个时辰的话 我们还是主要看比呃本气 比如说这个八字 本气七杀中气 这个偏硬鱼气是一个偏财 那我们主要还是看本气 因为本气能量最大 本气能量最大啊 自作片才比较花心吧 这个还是要结合全盘来看哈 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答一课内容 就是说依靠就是主要是看八字看性格和看子女信息 所以说所有案例都是结合呃这个知识点来找的哈 我们就先不分析别的后边就是带大家就是完整的分析一个八字哈 对这个就是暴脾气 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就是边看八字边记忆啊 边看八字边记忆 对不撞 哎金斗云师兄 自作财神 倔脾气 过度自信 不撞 南墙 不回头 像这些呃话语都可以用上 其实我们在给别人分析的时候 就是看你怎样去阐述 怎样去讲 你单独 纯靠理论 你是就是不能够得到对方的一个怎么说来 不能够征服他的心 觉得你就算个字 你就说给我断了个事 这也太简单了吧 看八字肯定是没有这么简单的 我们要围绕一个呃 具体的结论或者说答案去把它做进一步的延展分析啊 哎好 那这个八字是什么性格呢 一定看拿到一个八字要考虑到看他是什么呃 本气是什么中气是什么鱼气是什么 有一定要想到首先我们是看这个本气时神哈 本气时神 对今天找到的这些案例都是这个实际案例啊 我们都是跟呃我们都是来验证过的 嗯造诗平衡怎么看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基础课 是第五课还是第六课 师兄可以去复习一下 然后在达一课一 由我们方译班班也给大家重新讲解过这一部分的知识点啊 对哎我现在其实更想看到大家延展的内容啊 我们说这个日作偏移呢 他代表一个慢脾气 你根据慢脾气这三个字 哎你怎么去延展啊 你怎么去给命主更多的去尝试他性格方面的一个特征呢 对吧你不能只说这三个字师兄一定要去发散思维啊发散思维对不慌不忙哎这个ZGF师兄是我的学员哈对还有呃对做事拖拉嗯对沉住气沉得住气这个啊很准我有一个好兄弟他就是偏硬格我跟他说什么他都漫漫悠悠的 对我们其实在给命主分析的时候你要就是包括看性格其实有点摆烂的感觉可能有的人他不太喜欢听摆烂啊那我们说语言世门艺术其实还是要去把这个画给包装一下哈然后也要学会这个察言观色对哎对大家都非常棒啊慢调思理这个词用的很好 嗯对就是有的师兄说这个性格不像那么其实刚才我说了嘛圆局的四柱八字是先天的一个情况后天大运流年会对个人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有时候比如说你这个呃圆局的某些能量被冲那么他都都会对你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目前就先按日做时辰来分析然后如果说命主说不准我们再去找原因 对这样可以吧好这一点呃呃那我们就过了啊那下一个 大家来分析一下是什么性格然后注意一下我刚才说的话就是要根据 断性格的这三个字去发散思维去你该怎么跟命主讲呢对吧 我们说笔尖结财他代表降脾气不服喜欢真你怎么根据降脾气这三个字去给命主分析他的性格 比如说我们算八字表格作业对吧第二页里面就要求大家去分析命主的性格 这里你不可能就只写三个字你是个降脾气对吧对那我们对 哎轻易不改变自己的一个想法 认死理对你这些要怎么分析我们算八字表格其实我目前收到过很多份算八字表格有的师兄填的是非常的优秀的哈到时候看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分享一部分就是他把那个 话说的又很漂亮然后又很通俗易懂就是简直就是一份完美的作业啊 大家可以多多去练习你看现在评论区这么多评论你觉得比较好的这个话语你就把它记下来大家不都有纸质笔记吗对吧你直接在旁边补充那后面您您在给命主断事的时候我们在提醒这个算八字表格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 就是填上去加在上面 对 喜欢增强好胜对你呃您觉得这个评论区里哪些师兄说的比较好然后也符合您的一个说话做事风格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补充到自己的笔记上啊 对可以叫班门老师发一份给我们这个其实我们案例课啊有很多优秀案例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案例课有300多节 可以选择去学几节后边我们找一个比较优秀的案例分享给大家哈大家可以找班门老师要平时一定要自己多去做练习 哎对啊我看大部分师兄 哎回答的都非常棒哈大家已经开始在这个发散思维了一定要掌握正确的一个学习方法不能 就是理论只是一回事我们要根据这个理论去延展啊去延展去发散思维举一反三 对吧嗯这样就比如说啊这个小朋友做数学题你你不可下一次再做题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他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 不说换了个数字你就不认得了所以说一定要发散思维啊 嗯对好那呃这个是什么性格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一定要呃说一下您这个分析的点哈正观正硬正才我们就放在一块说 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啊跟沐阳慢慢互动啊 此时如果说有这个啊纸质版笔记资料 师兄或者说自己已经打印好的师兄可以直接在对应的这个我看是41节课啊42节课有讲到性格直接在旁边补充啊 直接在旁边补充 对是好脾气好脾气啊好在哪你要去发散思维去怎么怎么去说这个话 嗯你填性格那一来的时候算八字表格填性格那一来的时候我们要去写点什么对吧 对我们要去写点什么大家这个可以 说说看啊性格好情商很高情商很高这个不一定啊 不一定很高 比如说我就是日做正才但是我那个我八字没有食神我的口才就很一般 直到这两年才有所改善因为我刚好走了一个呃时商的一个年呃大运流年嘛 就我之前在达一课三中讲到过就是你先天不足那么后天大运流年就会来给你补上 嗯 有师兄说不要在性格上面讲过多这个比较简单因为有一部分师兄是刚加入学习的哈我们这个达一课肯定是要顾及到所有人的 就是您觉得比较简单您可以稍后再来学习哈我们肯定就是要带着大家再复习一遍这也是我们做达一课的一个初衷哈 还请师兄这个理解一下 对代表好脾气正直严肃做事认真自我约束力强 好 好的好的 行那这个正观正才正义我们都代表好脾气怎么去记忆因为他就是都是正开头的那这三个就可以呃直接把他记下来他这个好脾气 然后我们再怎怎样去呃说这个话 就是呃大家可以简单做下记录其实评论区里面有很多 这个就是师兄说的是非常好的哈 啊对还我还是希望能给大家讲清楚不然大家上这个达一课就没有意义了吗如果说只是简单带大家过一遍知识点 那我觉得这个达一课做的必要性不大还不如让大家直接去看回放 嗯所以说就是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及时提出哈呃我这边尽量给大家讲清楚如果说还有不明白的可以这个呃在等待会儿的这个这个达一时间或者说直接找到自己的班班来问啊 嘿好的只要师兄们能理解就行能理解就好 好嗯 好那下一个又到了这个时神时神和商官我们还是放在一块啊时神和商官我们放在一块他代表什么性格通过这个性格你能够呃给命主讲多少话你可以去怎样去描述他这个性格 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啊就是就是打打一些你想到的内容 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师兄的回复 然后把这个呃好你您觉得比较好一点的内容咱们随手记一记啊光听课其实还是不行的就是一定要请做笔记啊 对性格方面哎有哪些内容哎我们可以去这个想一想啊 气得快消的也快不记仇这个我有一朋友也是这样子如果空王性格会变吗其实呃日住空空王还是比较难的哈 因为我们说空王只看日住空王的两个字只有年日空王互换的时候就是年住的就是日住的空王 的字填时在年之然后他把年住给激活了那么年住的空王就要接着看年住空王的字又填在了日之 这种时候才能够算作日之空王啊 这个理论稍微有点绕如果不明白的话可以看一下答一课13有这个空王详解 对有些好的词看雷厉风行执行力强 哎这些比较好的词你都随手记一记因为我们后边肯定要多去实践验证和分析对吧那你就要把这个呃 呃就是我们给命主呈现出一个好的一份的这个啊就是怎么说的就是这个算八字表格这个内容尽量写的完美一些嘛 对脾气来的快去的也快 是的 好那关于性格这块我们就到这了哈时间稍微也有点长就是呃 呃带大家再稍微过一下这里 嗯我们说日元自作日之的本气时辰代表脾气 食伤呢代表极脾气 七杀也叫做偏观他代表暴脾气 正观正硬正才三个正他是代表好脾气 偏硬呢他你想偏硬多的人他心思比较细腻嘛那他肯定要考虑很多事情就慢慢悠悠的 然后笔尖和劫财代表酱脾气不服喜欢真 他是一个稍微带一点这个酱带一点贬义因为他有个牛牛气轰轰嘛 然后偏财呢他代表倔脾气他相对来说会这个呃包义词一点哈 好那这里大家都能够理解那我们再说一下分析性格是可以参考的点 日子座时辰刚才讲的已经够详细了哈 格局呢可以参考这个格局片的答一课啊 我们答一课有个单独的专栏 往期所有答一课都在那里面 嗯都可以找到啊 然后地址哪个字比较多这也是一个分析的要素 以及八字阴阳平衡造势平衡也是分析要素之一 但是我们要我们再拿到一个八字分析的时候您要排一个优先级 哎我首先看哪个最准二看哪个三看哪个 对吧我们这样逐步来考虑那这样就是效果会更好一点 关于八字看性格 这块就讲到这里那各位师兄 呃能够理解觉得沐阳老师讲的还不错的话给我扣个666可以吗 然后我们就进行到这个八字看子女信息 这个知识点了啊感谢玉然师兄啊老师看来就是好脾气 我是一个正硬格然后日做也是正才相对来说脾气还可以吧 好感谢各位师兄的知识哈 啊能理解就行大家平时可以跟班班老师多沟通交流啊 其实我们每天无时无刻不在答应有些师兄比较着急一直在催其实班班老师看到消息后都会及时回复的哈就有时候忙不过来 因为呃就是负责的班群比较多 多那么有时候也要给大家去做一些比如说今天我在给大家做这个课价 然后还要给大家去做一些测试题有时候的确是这个忙不过来啊 就是如果说班班老师回复慢了一点还请各位师兄多多理解 然后大家提的问题一定都会就是给大家做解答的有不明白的一定要及时提出啊 好能明白就好非常感谢各位师兄的认可 那要是坐下有商官劫财政财我们主要是看本器啊 本器他能量是最大的 哎好的好的 好 那这个八字看性格篇我们就过了啊各位师兄那现在我们来讲这个八字看子女信息这边的知识点相对来说会有点多 我们先带大家复习一下什么叫做子女元博 就是一般说元博其实有的人他是非常介意的哈 那其实像这些词 大家在给命主段式分析的时候都可以去改一改但是我目前是没有想到特别好的词啊 我觉得元博可能相对来说杀伤力不是那么强 就是还好就是什么叫与子女元博呢是不容易得到子女或者说有子女流产 或者子女离开家乡到外地发展不在身边这叫子女元博 对吧 那我们在给命主过三观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用到这些话语去问 对吧 就是但子女这个信息除非命主本人来问 呃大家一般不要就是多说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比较敏感啊 就是元博啊或者说谁克谁 这种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委婉一点啊 一定要委婉一点 呃是阅历能量大还是本气能量大肯定是阅历能量大嘛 但是我们今天是通过八字看性格 那么这个知识点呢主要就是看日做时辰 对吧他不是看阅历每个字都有自己的用处 比如说阅历他是一个司令可以通过他来取格局 对吧 但是我们今天是看性格所以就看日做这个字我就 呃就跟那个奇门锁担公一样我就锁定这个字对吧锁定这个公位 对吧我只看你这个字 这样你你分析才会有一定的思路不然你每次拿到一个八字啊我整个人就是晕的我到底从哪开始啊是吧 对缘分浅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呃大家在断设分析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语言的艺术啊 对编编编编分浅 见识不同意见不合 对因为有的 师兄之前哎呀有时候其实你要是说的太直截了当了反而会给命主带来一定的这个压力啊 嗯所以说大家在断设分析的时候一定要 多察言观色啊 多察言观色 那第二点带大家复习一下什么叫做子女星 男命呢 正官为女儿 七杀为儿子 然后女命是 食神为女儿 商官为儿子 这个点很重要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指示点啊 有的师兄说哎老师我这个实柱上没有正官也没有七杀 那我这辈子是不是没孩子啊 那其实正官和七杀出现在其他柱也算这个是要看全盘的啊 这要看全盘 不是说只能看实柱啊 这个问题有很多事情都都来问我 然后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详细讲解 嗯 好然后 第三个点就是实柱干之代表什么天干呢就代表长子长女 啊 这个实之代表次子次女 那么比如说你生的 第一个孩子 他是一个女儿 他就是在这个 呃就是这里是按这个就是出生的先后顺序 就是不论男女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出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 他就站在实干的位置 出生的第二个孩子 呃是儿子 他就站在十支的位置 就是实干他代表一 然后实之代表二级以后 这个和那个 呃九宫八卦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子女心不理解这里就是一个固定知识点 大家把它记下来就行了 把它记下来就行了 克我者为官杀对男命来说 正官和女儿就正官和七杀 他就代表自己的子女心就跟夫妻心一样嘛 对吧 男命男看财女看官 男命 的夫妻心是财财对吧 正财和偏财 女命的 呃夫妻心是正官和七杀 这个是固定的 知识点 对吧 这个是看 夫妻心的时候 然后 今天讲到的是这个看子女心的时候 对吧 这个都是固定知识点 女命全盘无伤官 呃首先代表他没有上进心嘛 然后 无伤官的话 就是圆局 不带伤官 那么大运流年也会出现啊 呃 我看 万钧师兄说难命儿子可能反了 这个 是这样子的 就是九龙老师的课程呢 他都是以传统派 传统派分析方法为主 传统派传下来就是这样固定的 现在有一些学派 他也是说正官为儿子 七杀为女儿 大家可以多多去验证啊 这个点 没有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一个 判断特别准确的方法 那么我们就按 九龙老 我们跟着九龙老师学嘛 我们就用他的方法来分析 然后后边如果大家发现有些相反的案例 也可以提供给班班 我们 也来做一个统计嘛 好吧 嗯对 逐渐师兄说的对 有些资料的确是反的 有些 就是两种都有 这个要多去验证 那比如说 还有的师兄啊 他不看你八字 看你第一眼 他就知道你是你出 你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了 那这种又是结合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 呃 有的人是看首相面相 再说有弟子班 有一些神人 师兄 线下课是我也见识过啊 他们会这个 就是用一些秘法 比如说 呃叫什么探什么元成功 反正还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 呃就是他看 看到你 就是 你跟他一见面 他就知道你的一些信息 这些都是特别准的 但是 反正之后大家就能够了解到了 在弟子班线下课的时候 很多 师兄啊 他带来这些秘法真的是让你平时都见不到的 然后 呃咱们九龙老师也会给大家分享很多这个过三观的秘法 这个对 呃 南山不老松有的说实神为 儿子这个我倒是没见过啊 一般都是这里是相反的 对我们跟着九龙老师来讲 那么就按照九龙老师 讲的方法来分析 啊好 行 那接下来我们 啊这个 接下来就讲这个与子女元博的信息哈 那么我们这里呢 与子女元博信息一共有七点 首先来看第一点 日之和时之相冲 代表与子女元博 那比如说 这个八字哈 四害相冲 那就他代表 就有这个与子女元博的信息 这是第一个点 大家可以记一下 其实咱们的笔记上也有 今天就是带大家 复习回顾一下 对计划生育年代这样看不准 的确是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八字啊 我说你肯定是有一个 因为我是九龄后嘛 然后我说你肯定有一个弟弟妹妹 但是我每次都考虑到计划生育这个点 就是 你就不敢去说 然后你跟他去实际去验证的时候 他就很惊讶 他说你怎么知道啊 当时因为我妈 我妈跟我说 当时因为这个计划生育 所以说他有一个弟弟 怎么留掉了 怎样怎样 其实大家如果通过排盘看出一些信息 大胆去断 如果说不准确 我们再去找问题 找原因 有些是这个政策影响 那么有一些是一些 特殊因素啊 特殊因素 好 那第二点呢 就是 食肢 落羊刃 子女 抛妇产 不是顺产 这里为什么说 他是与子女原薄呢 就是因为 你落了羊刃 那就代表 要开刀嘛 对吧 那古代的时候 他是没有这么先进的技术了 你要出血 那就可能 就是古代他这个生育率是很低的 对吧 那就代表你 与这个子女原薄的信息 这里要 这样来理解 这里主要是这样来理解 那么第三个点呢 就是子女星 或者说 石柱 空王填石 代表 子女原薄 对应的是 这里 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 我们看 我们说了 空王 只看日柱空王的两个字 那他这里空王的字是 银卯 银卯 我看 水深木为石伤 我们刚才说 女命的子女星是 石伤星 那他石伤都空王了 所以代表与子女原薄 这三个知识点 能理解的师兄 可以在评论区 抠下一 不明白的 师兄 抠二 顺便带上您的问题 我再给大家做详细解答 好吗 好 各位师兄能 师父我讲话声音有点小了呀 我喝口水啊 扣二的同学可以带下您的问题啊 带下您的问题 这个课件稍后达一课结束之后 我们会发到班级学习群中 各位师兄等会可以在学习群中打看 查看哈 往期的这个 达一课的笔记也可以找班门老师要啊 填食是什么意思 师兄 您 没有看上一次的这个达一直播课呀 可以回看一下 达一直播课就是对 这个九龙老师讲的基础知识 进行了一个经讲和补充 杨刃就是神煞之一啊 杨刃在是神煞 之一 就是你看他这个地支落了劫财吗 劫财在地支就叫做养刃 这里出现了一个养刃吗 啊讲话有点快好我慢一点 慢一点 我看这个师兄讲 日注空王没有被填食啊 首先我们 他没有被填食 但您看他空王的字是不是隐和卯呢 对吧 水生木为时商 水来生木 对吧 那他空王 就是哪怕他没有空王填食我们要看也要看他的食神空王 他他空王的食神是什么水生木我生者为时商 所以说他 空王的字就是 食神星和商官星代表女命的子女星 所以说子女星 石柱 子女星或石柱 空王 空王填食代表于这个子女元博 是这个意思 洪框看不清 可能我插图的时候搞得有点小的 晚一点 把笔记资料给大家发到群里 这部分 时之落阳人 肯定是只看女命 只看女命 因为这个是主要是生孩子主要是与你女性为主吗 月之 和时之四害冲代表什么意思 这里就讲到日之和时之相冲 与子女元博 关于地之六冲的内容 由我们的方毅斑斑 之前在前期的达一课也给大家讲过 各位师兄可以复习 也可以找斑斑老师要下课件 也可以找斑斑老师要下课件 今天所有内容都是围绕子女 和性格两个点来展开的 所以案例都是和知识点相关的 大家这个思维有点跳脱啊 稍微有点部分师兄的思维有点跳脱 就是我们只只 就是只看这一块 就是今天呢 现在我讲这个知识点就是围绕子女展开的 我们就只看这一块 你现在考虑的太多了 反而会 就是 有点晕 好 那接下来就是第四点 本命局中 没有子女心或者说子女心 心入木 代表与子子女圆伯的信息 比如说第1个八字 这是有圆南的八字 好我们刚才说 男命的子女心是什么 各位师兄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您的答案啊 男命的子女心是什么 对男命的子女心是什么 关于空王填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事情一定要复习一下哈 基础知识每一节课都很重要 每一节课都很重要 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我们 拿到一个八字要结合的因素太多了 对吧 非常多 所以说您一定要把每一个知识点 都理解透了 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分析 对男命的子女心 是这个 官杀 你们这一期是第 好的好的事情 不好意思哈 那您稍后可以看一下 往期的直播达一课哈 我们是先学九龙老师讲的基础课 然后再学这个达一课和直播课 好好好 行 那第一个八字 那我们看到他全盘是不是没有官杀呀 所以说这圆局的四路八字 年月日时 他就代表本命局 本命局没有子女心 或者说子女心入幕 他就代表与子女原伯 这个八字就是一个案例 那第二个八字 他就是对应的这个与子女心入幕这里 为什么说他入幕呢 因为你看他是有这个子女心的 但是他在这个幕当中 这里也稍微比较绕啊 因为幕库的知识点上稍微有点稍微有点难 你看就是我们讲卫是幕的幕库对吧 那他是心经日主的一个 这个财财 财财幕库 他这个七杀星落在财财幕库里面能量又不够 所以说他就是一个入幕的状态 字太小 不好意思 师兄 这次我没把插符搞大一点晚一点 把课件发给大家啊 有不明白的可以 看课程回放或者说问班班老师 好第四点 那就到这里啊 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五点 第五点 这里呃 男命 时 时神格或者商官格 女命 正硬格或者肖硬格与子女原伯 有师兄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就是知道师兄可以在评论区里说一说 这里为什么 是这两个格局就代表与子女原伯 对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 我们一定要思考就是你呃 呃有不理解的内容一定要优优先自己思考 自己找不出答案了 再在群里探讨或者问班班老师都行 一定要有这个思考的一个过程啊 哎对我看到了正确答案 对对对 刻到了子女心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你看大家还是能够举一反三的哈 大部分师兄是非常棒的 我们就是看到一个点 您要有这个发散性思维 要去 呃扩展 要去联想 啊 他都是 出类旁通的 其实 您 用的多了 这些知识点 真的是 这个信守拈来啊 那刚才我们就说 男命的子女心 是不是 是不是为食伤啊 哦 为官杀 食伤是制杀的 他把 子女心给制住了 所以说与子女原伯 那么 女命呢 我们说应销五行官 五行生克关系是应克食伤 对吧 应 呃他把这个 女命的子女心给克住了 所以说 他代表与子女原伯的信息 这是从本命局来看哈 对对对 哎大部分师兄都是非常棒的哈 这里的知识点 本来还怕大家不理解 结果大家比我优秀啊 我优秀 我一开始学习的时候绕了好久 就是不明白就是因为不会把这些知识点融会贯通起来 嗯 对他就是克子女心所以说不大行 对好那看来这个知识点大家理解都不错啊 这个课有回放的 这种 这种放心啊 达一课是有回放的 然后第六点 子女 子女心被合化成其他五行或者说子女 心被冲与子女原伯 那么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啊 是这个案例 结合这个案例来看 那比如说刚才说了 呃女命 他的子女心是 呃 时商 这里是不是丁忍和睦了呀 那商官他本来商官能量是挺旺的 上透 下藏本来是挺旺的 但丁忍和睦坐下有根 忍变为了甲睦 他的 子女心是不是被合走了呀 对吧 被合走了 那被合走了 他也代表与子女原伯的信息哈 我们说与子女原伯不是说他生不出孩子啊 这里一定要区分开 有的师兄直接就去给命主那样段 搞了我都很母语 就是你要说 就是圆局是有这样的信息 但是后天大运流年会影响个人 比如说你圆局没有子女心 但是大运流年子女心特别旺 或者说合化出特别旺的子女心的时候 他就是可以生孩子的 入木入库 这里我们要看能量大小啊 能量大时为酷 能量弱时为木 我们是以40分为标准 一定要看一下往期 达一直播课 就是可能九龙老师对这一块 在直播课中都没有讲的特别详细 但是上一次 我们这边班班老师对这部分知识点又重新 就是梳理了一下 大家看一下会非常有收获的 对天干和没了地支不还有吗 对地支是还有 但是我们说一个八字他 地支的能量在天干透出 你想我本来埋在地里对吧 我埋在地里我破土而出 我本来已经长出去了 你现在被合没了 你把就像割韭菜一样 那韭菜那茶是不是没了呀 你冒出来那那茶没了 是吧 那他是不是等于说受伤了呢 就代表这个与子女元博了 这样能理解吧 什么时候讲 婚姻夫妻感情片 这个也讲过了啊 师兄可以参考往期的答疑课啊 可以参考往往期的答疑课 文字太小了晚一点 可以看这个 课件啊 师兄可以看课件 第六点讲细一点 这个就是啊那我再重新讲一下啊 女命呢 他的这个子女心是不是食神和商官呀 对吧 食神和商官 那您看他这里圆局是不是有商官 我们说 商官是女命的什么来着 儿子对吧 对吧 他本来日做了一个商官天干透出 上透又下藏 能量是不是特别大呀 上透天干 上透就是天干透出 下藏就是地之通根 他能量本来特别大 但是由于丁忍和木 他把这个木的 他把这个 给合走了 他把商官给合走了 这个人要变成假木了呀 对吧 变成了假木了呀 所以说他的商官被合走了 所以代表与子女缘搏 淡然师兄 为什么男命 正官和欺杀 女命子女和 这个是固定的知识点 这个没有什么 为什么啊 直接去记忆就行了 直接去记忆就行了 有一些知识点都是固定 从来没有发过课件 可能是您比较忙 就是没有留意到群里的信息哈 那就是稍后可以找自己的班班老师要一下 往期的达一课件 我们也会发给大家啊 师兄 好 那呃 下一点就是 第七点 那么我们说 地之本气子女星能够顺利有子女 中气子女星代表怀孕后可能会不顺利 余气子女星代表与子女原伯不一定能够生得出来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参考以下两个八字啊 本气比如说圆女 他的子女星是这个 啊 时商星 对吧 他如果说 哎我看 这个案例 啊就是我们 可以找到一个 就是给命主看这个子女信息的时候就是可以找 先在全盘找他子女星 这个八字他全盘的子女星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他在余气对吧 那他就符合第3条 因为余气能量是最微弱的 最微弱的 所以他代表与子女原伯不一定能够生得出来 但是他此时微弱不止不以不代表他全 一辈子都微弱 比如说他走到这个 戊土 的年份啊 戊土天干的年份 他的商官的能量是不是在天干透出了呀 在天干透出了 那这个时候他能量加大 也是有这个生儿育女的一个信息的哈 也是能够有这个生儿育女育女的一个信息的 然后男命呢就是看官杀 比如说他这个 哎 七杀 七杀 全盘有三个子女星 地支能量在天干透出 而且都是本器 就代表他有能够顺利有子女 但其实 是否怀孕啊 这个一般还是以 圆女的为准啊 一般以圆女的为准 圆男的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圆男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嗯 我看 子女星入木讲错了吧 是因为子女星他藏在木中被锁住了呀 对这个助教老师帮我回复了哈 对他这个 呃他这个为刚才就这个案例是吧 我们说卫是木的木库 他要看全局木的能量够不够 他全局木的能量肯定是不够的呀 然后子女星又藏在这里面 子女星 男命的子女星是官杀 他又藏在这里面 所以说他是一个入木的 一个情况啊 这里稍微有点绕健康是服务师兄是不是才加入呀 就是有一些知识点 我们还是要多去看一看啊 有不明白的多问班班老师 就是我们 最基础的操作就是大家一定要多看课 一定要去思考 你自己思考不出来之后再去提问 这样才能够有一步呃有进一步的提升啊 只要有透出余气也能生 这个只是说他的能量加大有生儿育女的可能性啊 能量会比较大 对多看基础课 基础课里就是啊 为什么一开始就给大家强调基础课一定要看两到三遍呀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课多看几次 你会发现你理解的就是一次比一次更透彻啊 一次比一次更透彻 怎样分辨目 这个要看下往期的答疑直播课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到下一个知识点 什么时候生孩子 这个也是刚才有很多师兄关注的点啊 那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流年遇子女星望向 比如说地支的能量在天干透出对吧 刚才那一点就是然后核化出很强子女星 哎那我们看到这个知识点是不是可以融会贯通一下 这里是核化出很强的子女星为怀孕的年份 那我们核化出很强的 这个 就是可以和婚姻篇结合在一起 那比如说 这里 看什么时候生孩子 男命是看官杀核化出很强的官杀 啊对 主要是以女命啊 这里说错了 以女命为主 那核化出很强时长星 为这怀孕的年份 那你呃 就是可以和那个 看 呃夫妻 心这里结合 一块学习 因为 呃我们讲到男命 如果说走到大运流年 核化出非常强的财财星 他代表有结婚的可能 女命核化出非常强的官杀星 有结 这个有结婚 遇到喜欢对象的可能 就这些知识点 其实都可以联想去记忆啊 可以去联想去记忆 嗯 一定要多看课 一定要多看课 温故而知心啊 基础知识点 都非常重要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给大家安排 就是说 呃 要把这个核心内容学习两到三遍 就是这个原因 你要最基础的底层逻辑搞不明白的话 后标难得去分析的啊 基础课未发给直接找自己的班班老师啊 找自己的班班老师 好那第3点就是 本命局子女星 比如说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对吧 呃这里 丁忍和睦子女星被 合走了对吧 那么我们说流年解开核化 子女星突然出现 哎 这里怎么解开 哎有师兄知道答案吗 可以在评论区里啊 这个发一下 你的想法啊 这里 这里子女星本来被合走了 但我们怎么解开呢 怎么解开呢 哪位师兄知道呀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母羊慢慢用 流年和子女工合化还是12个字合12个字都算 对行冲 迫害对 丙刃冲 哎对 这个师兄说的非常对 丙刃冲丁鬼冲是吧 我们说流年能量是最大的 大运流年能量是最大的 他去冲圆局 他把圆局的核化给冲开了 那伤官星啊 我解放了对吧 你本来把我合走了 我现在被冲开 我解解放了 解放了以后 他伤官星又透出来了 那就符合这一点 流年解开核化 子女星突然出现 嗯 好 这里的内容大部分师兄学的都非常不错啊 都能够理解 好第四点啊 石柱空王 流年 出现合化 突然加强子女工 就是石柱空王 就是说石柱空王填石 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看看啊 哎呀这个案例没有插上来 那我们以这个 例子为准吧 什么叫石柱空王填石呢 就假如 我们说空王只看日柱空王的两个字 就是虚和害 对吧 比如假如这里是个害 那么他是不是空王填石了呀 假如这里是个害 这里 空王填石 那么空王填石呢 就代表 呃就是与子女元博嘛 刚才说过 刚才讲过这个内容啊 那么流年出现合化 突然加强了子女工 就是说这个害字 他又遇到了一组合化 比如说这个害某位合目 害子丑会水 银害合目 对吧 三会三合六合 和这个害字发生了关系 他把这里的能量增强了 也代表 这个可以生孩子的一个信息啊 这里大家就是可以多多去验证啊 达一课全都在青州云课堂小程序里面 课程都是放在一块的 课件可以找班班老师要啊 课件可以找班班老师要 啊 我看原来师兄说不是说贪和妄冲 是的 贪和妄冲 本局 是是看本局本局有丁忍和睦对吧 有合化就不看形状迫害了 但是大运流年 是能量是最大的流年为王啊 对吧流年是此时此刻天上的星星照耀到我们的能量 对你来说是鬼卯年 对我来说也是鬼卯年 那么鬼冲圆局的丁火 他就把圆局的合化给解开了 解开之后 解开之后 呃 呃 这就是就是贪和妄冲吗 就是有核化 圆局有核化 先看核化 但是流年能量最大 他可以把圆局的这个核化给解开啊 是这样一套逻辑 天干有害吗 天干肯定没有啊 天干是时天干 害是地支啊 嗯 刚交费 还没学习 那这个师兄可以跟着班门老师的安排来学习哈 我们一定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步骤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到这个 看子女的成就啊 我们 课教中讲到过 石柱为命主格局的用神 表示子女能力强 孝顺 呃社会地位成就高高过父母 那么哎呦 很多师兄们老师这个用神和格局用神有什么区别呀 那这今天就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其实大家在听九龙老师基础课的时候 这个知识点问的也是特别多了 所以今天单独用了一页PPT来来做讲解 就是什么叫做格局用神 比如说一个八字的日元事物月令为子 就这个八字啊 月令为子 那大家呃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正裁格对吧 他的格局为正裁格 就是我们说取格之法就是看月令的本器中器鱼器是否在天干透出 那么这个月令的本器呢是一个正裁 他在天干 他在年干的位置透出了 所以这个八字直接取作一个正裁格 直接取作一个正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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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取出格局格局用神就是这个用神呃就是如果石干的这个能量啊是克泄耗 这个水能量的他才叫做格局用神啊一定是克泄耗 那么这里怎么去区区区分呢 因为正裁格他是水能量 为主对吧水能量为主 那石干 他还是水 他水和水 相同他是不是同我者为笔节呀 他是同我者为笔节 所以这里就不是格局用神 他的格局用神是什么呀 水生木 如果说石柱这里是木的能量 水生木 水克火 然后呢 土克水 就是说当石柱为木 为火 为土能量的时候 他才是命主的格局用神 是这样子的哈 就是他 一定要求石柱的能量是克泄耗 这个格局用 就是格局的能量 才是格局用神 这里稍微有点绕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呀 就是关于格局用神 这里能理解的石凶扣个一 不能理解的石凶扣个二 然后我再仔细给大家讲讲 这里的确是比较绕啊 因为他是要先取出格局 再找出 针对这个格局克泄耗的能量啊 这个内容稍微有点难 其实我一开始也理解了很久 然后后来在 弟子班线下课的时候 问了一下九龙师傅 然后他给我讲的 这里是不分身强身弱的啊 师兄 这里是不分身强身弱的 取格局用神的时候不分身强身弱 理解但不好消化 有个好方法 师兄 您看看您自己的八字 如果找 呃这个知识点不明白的话 直接问自己的班门老师啊 嗯 杂气格的话不好取 因为格局用神他的前提就是 原局能够取出明确的一个格局 才行 不分身强身弱身弱 不分身强身弱 那为什么不能用笔节 因为这个格局用神的概念就是要取克泄耗的能量 他不能取硬销和笔节 假如这里是一个 我看精神水嘛 对吧 这里是一个心经 对吧 如果石干是一个心经 他也不是命主的格局用神 因为他是深深这个水的 我们说格局用神 这里是看子女成就呀 所以可能 肯定只能看十柱啊 师兄 我们是围绕这一柱来讲的 主要是围绕十柱来讲的 十枝也可以看呀 因为十干他代表长子 十枝代表次子 如果没有次子的话 那就只看十干就好了 只看十干就行了 就是格取格局用神的时候 不用看身强身弱 以格局为准 他既然叫格局用神 那就从格局角度出发 这样子 对所有格局都按克谢号来取格局用神 这叫格局用神和用神不一样啊 这是两个概念啊 师兄 这是两个概念 就这里可以 在这个 去思考一下 然后稍后 稍后这个直播客也是有回放的 如果 还是不明白的话 可以问一下 自己的班班老师 为什么克谢号是用神 师兄 这个是一个 固定的理论 有些理论都是 就是九龙老师 他从 就是依据这个传统派的方法 就是来给大家讲的嘛 所以我是根据他讲的内容 来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解答 因为怕大家有些内容搞不明白了 就是 为什么要做格局用神 这个 就是 你就理解为传下来的 它是固定的 我们只要去掌握他的一个分析方法就好了 啊 杂器格他不好取 这个刚才 说过了 因为杂器格他 不好取格局 格局都取不出来 就不不太好取格局用神啊 这个格局用神 是 他的前提是正八格 啊 他的前提是正八格 对子女能够打破格局就算有有本事 那肯定是非常有本事啊 你因为你本来先天是这个情况 但是后天运势影响人嘛 对吧 我们也有老话也说 30年河东30年河西 你没有人的运势 没有人说他会一直好 也没有人说他会一直坏 好 那这里是看格局的用神 那底下这里就是一个用神了 喜用和继胸 石柱为日元的喜用 代表与子女关系好 子女比较孝顺父母 能够享受子女的福气 那么石柱如果是日元继胸 代表与子女关系不好 享受不到太多子女的 子女太多的福气 这里就是 先要看身强身弱 先要判断出身强身弱 然后再那个什么 再取出命主的 喜用和继胸 我们说 深强之人 对吧 他的喜用是 克谢号的能量 就是财 我身者为 时商 财官时嘛 我身者为时商 我克者为财财 克我者为官杀 那么 石柱如果说为日元的喜用 他就代表 与子女关系好 子女比较孝顺父母 能够享受子女的福 福气 如果为继神 对于身强之人的他的继神是什么呢 就是应消笔节 这里 就是这个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里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吧 能理解的 是兄 扣个六 扣个六 第1种呢 第1种呢 就是得令 不得地 不得适 对吧 第2种呢 是不得令 但得地 得适 那么 我们说 月令 它是一个司令 对吧 司令 它是 先天占一个主导作用的 你得令情况下的均衡 其实就是先天身偏强 就是如果你只看司徒八字的话 他就是先天身偏强 不得令情况下的话 就是这个 先天身偏弱啊 这里就是 命主的喜用神和格局 格局用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大家不要混淆了啊 这个格局用神 它是从格局角度来看的 而 喜用 祭兄 这个是从日元角度来看的啊 取出日元的喜记 从若 从若也是从若当身强的看呀 这个ZMD 613师兄 从若反为强 他的喜用神是科学号的能量啊 然后 从强起硬笔嘛 硬销笔节 这样子 这个知识点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啊 就是判断日元强弱 的状态 这个在我们的基础课 20到22课 以及达一课第八节课程中都有过详细讲解 不明白的师兄一定要回看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 前面都是围绕着四注八字 时神的深刻关系来给大家讲的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按照神煞 来断子女的信息 神煞也是我们拿到一个八字 需要参考的点 就是还有师兄问沐阳斑斑就是说 九龙老师这个排盘神煞显示的很少 有得住 甚至没有神煞 但是 其他排盘呢 他的神煞比较多啊 那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下解释 就是说九龙老师他这个排盘啊 他里面的神煞 都是经过他验证验证过准的神煞 才给大家搬上来运用的 不准的他这边是没放的 就没有放上来的啊 就是 这一点大家要 搞清楚 就因为神煞 其实是有108个 但是大部分都失传了 失传了还有这个几十个 大概七八十个吧 七八十个 但是七八十个当中 有很多可能准确率不是那么高 那么九龙老师就没有放上来啊 就没有放上来 那我们说十 十柱神煞 有天以贵人代表孩子 做事容易成功 啊 我们说天以一道百恶俱散嘛 然后天以贵人是最好的贵人 他代表有人帮扶 那他既然出现了十柱 既代表自己的晚年 又代表自己的孩子方面的一个信息啊 又代表自己孩子方面的一个信息 然后 天的就是有贵人 你看这些这些字是不是 一出现 就很讨喜啊 贵人贵人 天喜桃花贵人文昌 是吧 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结合神煞这里 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给命主断设的时候 也是 依靠比如说看到天喜 你能想到哪些内容 看到桃花 你有哪些内容 对吧 可以去做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延展啊 就是要发散性思维 我们理论可能他有些理论就短短几句话 但你怎么讲是你自己要思考的一个内容啊 2024我家娃高考文昌塔放在什么位置 这个可以有三种方式啊 可以放在流年文昌位 也可以放在本命文昌位 也可以放在宅卦文昌位 就是流年文昌位的话 明年的话 我算一下 他应该是在 呃 整个家的西北方啊 师兄 好好好 那先不 稍后给大家答疑啊 关于石柱神煞断子女信息 这个知识点 大部分师兄应该都能够理解吧 能够理解的师兄 扣一个666啊 那这一部分知识点我们就过了 日柱上没有神煞就是代表他这个 按九龙老师排盘来排的时候 他这个常见常用的神煞会比较少啊 会比较少 嗯 好的 感谢各位师兄的支持啊 那今天的这个 基础 知识课就带大家已经过了一遍哈 看有哪些不懂的 可以晚一点可以看直播回放 然后有不明白的也可以在群里提出 稍后这个答疑课的课件会 发送在学习群当中啊 那目前就是 然后现在 就接下来就是一个答疑时间 就是有问题要问的师兄可以 在这个评论区里打出你的问题啊 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这个行程啊 上面这些图片呢 是 7月份济南河邹城线下面 授课的一个实拍 那呃现在是8月份 我们8月一共有这个三场 弟子班的线下课 第一场在郑州 第二场在青岛 青岛这边还有少量名额 如果说有想要参加的师兄 一定要这个提前去预约啊 咱们线下课有很多秘法 会分享给大家 呃 弟子班是分为两部分的 就是线上直播和线下实地面授 大家 在报名加入之后 线上直播课要尽可能 多的去学 我们 多学一点 您参加线下课的时候 效果才会更好 嗯 然后 武汉呢 呃 是我们的异浦专场啊 有两场 第一场是在 9月2号到9月4号 然后第二场是 9月22号到24号 这两场啊 是我们异浦 这边单单独做的 这个 弟子班实地面授课 他跟 就是九龙老师那边的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这样子的哈 像上边 比如说郑州厂 青岛厂 那么他参加的人员 有三个平台的 就是有不同平台的 而异浦专场呢 只有我们异浦的学员 那么福利也会更好一点 线下课分享的内容啊 或者说给到大家的这个伴手礼 以及之前 给大家说的价值7000元的这个布阵礼盒 都只有在 异浦专场的弟子班线下课才有 在其他 线下 线下课是没有的 那么在线下课 大家也可以见到各位的这个班班老师 我们九龙老师的线下课 也会分享很多的这个秘法 或者说 画符 还有一些 这个养生功法 这些实操性的内容都会在 弟子班的线下课给大家带到啊 什么时候来西安讲课 西安和太原都有 中月堂 那边有师兄正在组织 然后 想要参加弟子班线下课的师兄可以这个 就是提前联系负责人 去预约占名额哈 然后 10月份呢 是在山西太原和上海 关于弟子班详情 就是 大家可以稍后班班老师会发在学习群中 感兴趣的师兄可以多多了解啊 线下课的内容还是 非常丰富的 弟子班是两部分嘛 线上有很多政法课 然后线下课 我们就是师兄弟 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然后线下课 九龙老师会亲自给 这个 报名参加师兄 定制专属的能量政法 也会给个人看八字 这个 就是还有一些 查灾祸并定制解灾方案的一些内容哈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大家可以找到班班老师问询 北京和合肥 都是有线下课啊 合肥这边正在预约呢 马上就要开展 这个百大新月城 徐梦师兄 您可以联系自己的班班老师来问询哈 然后弟子班 这边就是全国 基本 每个 省份 都是 有安排的啊 都是有安排的 西安这边目前才在组织 等人员够了以后会定下来 然后武汉 9月2号到9月4号 这是我们自己组织的 感兴趣的 师兄可以找到班班赶紧预约啊 因为马上就是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要开展啊 这边要提前给大家准备 线下课一定是 这个惊喜满满 福利多多的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自己的 班班老师 九龙老师会亲自 受课线下三天两夜 相信大家 的这个收获一定也是会非常大的 江西有的啊 江西是有的 郑州和武汉专场 就是 这个义浦专场的一共有两次 一共有两次 第一场确定是在武汉 第二次 第二场 就是可能在郑州 也可能在武汉 就是看大家 的一个安排啊 因为郑州这边咱们可以顺便去中月庙吗 然后武汉 这边在 九省通渠嘛 他地理位置比较方便 大家从哪过来都比较方便啊 长沙这边也有师兄在组织 有师兄在组织 但是来武汉参加 那我们那么我们 因为是我们对大家比较熟悉 熟悉吗 一谱专场 只有我们一谱的学员 各位班班也能够更好的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吗 山东的话 山东这个 线下课很多啊 像青岛啊 邹臣啊 济南东莹为方都有 广州也有 呃那个中山 呃中山还有东莞 还有深圳 都是有线下课的 班班 大家有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班班老师的朋友圈啊 班班老师朋友圈都会发布对应的信息 贵州有了 重庆也有 重庆就在 呃这个 9月份 9月份是有的 重庆和天津啊 呃大部分地区都有 包括新疆都有 师兄正在组织呢 新疆也有不少师兄 甘肃啊 这边都有的 好 今年后续场次就是在这些地方 重庆啊 成都 成都刚成立的中月堂啊 然后有很多师兄都想报名参加 一定要找到这个中月堂的联系人 在那边预约名额 就是线下课一定要提前预约 就是大家报名之后可以先学习线上的直播课 然后再学习 呃 再预约线下实地面寿啊 浙江的话浙江杭州离得比较近 温州 如果说呃大家有场地也可以跟九龙师傅就是商量这个加盟中月堂啊 我们就是 这个要找九龙师傅亲自来谈 买的文昌塔是桃木桃木的话这个是普遍试用的哈 因为我们在定制这个九龙 国学礼盒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选了一个普遍试用的桃木塔 这个文昌塔给到大家 就是您也可以 自己取啊 都是可以的师兄 好那么最后呢就进行到我们一个答疑时间 也辛苦各位师兄能够抽一分钟的时间来给斑斑填写一下本次的这个答疑评价 然后有什么问题在评论区提出 我给大家来解决啊 云南昆明 云南昆明 昆明好像没有师兄组织 但是西双版纳是有中月堂的 然后后续您加入弟子班之后可以预约弟子班的实地面授课 对报名后 实地面授课是可以多次参加的 可以多次参加的 线下课是三天两夜 线上是一直有直播 因为九龙老师的愿景就是建一所周一大学嘛 目前他的课程有八字和风水 那么我们还会赠送六窑课程 后续他的这个奇门课呀 都在这个研发当中 教研都在研发当中 后续弟子班的师兄都是免费学习的哈 石家庄这边正在组织 石家庄也是有场次的 弟子班原价是两万九千八哈 然后这次是有优惠活动的 打完这个六折以后是一万七千八百八十元啊 然后报名链接可以找 达满老师要 上海贵州都有中月堂啊 北京啊 西双百纳成都都有的 怎样请三清佛像 这个就是我们说请佛和 请神和送神这个在弟子班都会有讲到 因为有些内容直播课不方便讲哈 您一讲了这个直播间容易被封禁 所以有一些不能讲的或者说刚才我说的这几样很神奇的事情 比如说有的师兄他一见你他就知道你家住几考怎样怎样 就是这些都在弟子班线下课都有 有很多师兄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嘛 对吧 大家有什么秘法都会相互沟通交流 线下也会有一个PK环节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哈 感兴趣的师兄就是 可以报名加入弟子班啊 弟子班就是 线上是一直都有这个直播课的 就是正法讲完了以后有风水 然后后边还会有更多的课程 也会送六摇 六摇课程哈 然后 我看 我看 时商是子女如果只有商官 没有时神 是不是和子女缘分过 师兄不是哈 对我们说有儿有女 那肯定更好嘛 但有的人可能他只想要儿子或者说只想要女儿 他只要有一个这个时神心能量比较大 他都有生儿育女的一个可能性啊 都有生儿育女的一个可能性 报名加入的师兄 记得一定要把截图发给自己的班班老师来给大家安排预约哈 青岛在哪个市区啊 师兄不好意思因为我没去过这个青岛 呃我只知道这边有线下课 呃您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稍后可以找自己的班班老师把这个负责人的微信推给您啊 是不是只要是格局用神 石柱是客系号 都代表孩子容易成功 是的 师兄这个 呃我们就讲 石柱为命主的格局用神吗 代表子女的能力强 哎他比较孝顺 社会地位呀 或者说成就他都会 高过父母 啊非常感谢传承文明 师兄的认可哈 啊非常感谢 然后也辛苦大家填写一下这个问卷 呃稍后班班老师也会发到学习群当中 山东邹臣的师兄对山东邹臣刚举办过一场线下课 呃线下课还有这个熊龙点穴吗 哎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啊 就是感兴趣的师兄都可以就是多多沟通交流广州也是有中月堂的 第四点讲不是棺木也代表子女原木因为就是这里也是一个分析的点啊 因为他的子女星被锁在木中了 他被锁在木中他出不来 也代表 一个入木的信息啊 这里可能 还是要 进一步深入去理解啊 师兄 感谢各位师兄的认可 大家的认可对我帮助是非常大的哈 那今天是我们基础达一课 就是 基础知识 知识篇的最后一节 后边大家想听什么内容都 都可以在 上边这屏幕上方这个二维码就是扫码填写 然后有什么反馈和建议都可以给到班班啊 苏州也是有线下课的苏州这边正在组织报名呢 然后九龙老师会这个亲自授课啊 感谢各位师兄的认可 感谢各位师兄认可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提出啊 大家平时多一定要多在学习群内沟通交流 就像我刚才讲到那个正确的学习方法 一定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因为你现在是在学习一门新知识 你没有正确的方法 那你学来学去 感觉自己懂啊 又感觉自己没懂 对吧 云里雾里的也难受 对吧 然后一定要持续学习 不能说我学两天停两天 学两天停两天 捡了西瓜丢了芝麻 前脚学后脚忘 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啊 你要是有时间 就是哪怕您时间有限 我们每天学习一节课都行啊 学习一节课都行 争取每天有点进步嘛 嗯 每天都有点进步 这样是最好的 格局用神没有听明白的话 那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啊 再给大家讲一下 没关系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及时提出 格局用神啊 首先我们来看概念啊 一个八字日月 例如一个八字日元事物 月令为子 那首先 我们格局用神 首先是先 找出他的格局 其次呢 是找 是看格局 克系号格局的能量 第一步和第二步 那第一步 这个八字正裁格能够 找到吧 这个正裁格是能够分析出来的吧 师兄 可以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回应一下 正裁格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吧 正裁格对这个正裁格能够能够确定那正裁格第二步呢我们看正裁格他的能量是水对吧 第二步就是看正裁他他的能量正裁格他的能量是水我们说取格局为正裁格他是水那 那客系号水的能量是什么 第三步 找客 泻号 客 泻号 水的能量 客系号水的能量是什么 对 对 对 客系号水的能量是不是就是水木土啊 就是木 火土啊 木 火 土 为什么是木火土呢 因为 水生木 我在往外生 我的能量是不是在往外泄呀 我能量是不是在往外泄呀 所以说 就 首先是木 然后水克火 我在往外发力 对吧 我在往外发力 我在使劲的克财 对吧 就是以他为中心 水克火 所以他是 也在客气号 土克水 他是不是在耗我呀 我本来一个人待在这安安静静 你一直来打我 那我的能量是不是一直在消耗啊 土克水 那这样的话 就是克消耗的能量 这样能够理解了吗 师兄 所以说 如果说 石柱为木 为火 为土 这三个能量的时候 他就是命主的格局用神 格局之前应该看 先看有没有合化关系 师兄 取格之法是看月令本器中器 鱼器是否在天然透出啊 先把格局取出 才能够去找到他的一个客气号的能量 那这个内容 能明白就好 那大家可以提点别的问题啊 我给大家再解答几分钟 今天就下播了 请问天干正财 地支偏财 无正财算财旺吗 地支偏财 无正财的话 我看这个要 根据分数算法来算啊 找到自己的班班老师把判断财旺财弱的方法发给您 这个在达伊克第1讲有讲过 我们说40分以上 能量为旺 40分以下能量为弱啊 40分以上能量为旺 40分能量以下能量为旺 比如说月令是个正财 他就是40分 那他就是一个财强 财强的八字啊 只有正八格 其他格怎么看子女成就 我们就围绕正八格来取格局呀 一个八字 他一定是能够取出正八格的啊 一定是能够取出正八格的 就是 只有一种特别难取就是杂器格 因为杂器格他每个大运都在发生变化 这种不好取 日元平衡怎么取 使用这个刚才讲过了 实际就是日元没有完全的均衡 您要看他是得令情况下的均衡 还是不得令情况下的均衡 得令情况下的均衡 他就是先天身偏强 不得令情况下的均衡 就是先天身偏弱 如果克谢号的五行在粘住为格局用什么 师兄啊 我们今天看的是子女成就对吧 子女成就 那肯定只看实柱 您这怎么联想到粘住了呢 对吧 我们要扣题啊 紧扣题目啊 紧扣题目 我们今天讲的是看子女 和看性格 紧扣题目 来理解这个概念和知识点啊 曲格之法 稍后 可以问自己的斑斑啊 也可以看往期达一课 其实往期达一课 我们讲的是非常详细的啊 是非常详细的 实柱地之笔节 就是看您有这个 呃 长子 次子 又有几个孩子啊 长子就看实柑 呃 有两个孩子的话 那就两个孩子分开看吧 一个孩子只看实柑 一个孩子只看实柑啊 啊 对 因为现在是在给大家答疑嘛 所以说画面没有换啊 师兄 对弟子班感兴趣的师兄 可以找班班老师 咨询详情哈 9月份我们在武汉线下课见面啊 在其他场次的话 也可以提前去预约一个弟子班的面授名额 因为线下课要保证大家的 这个学习效果嘛 九龙老师也要给个人给大家授课 以及看八字呀 或者说查灾祸定制能量证法 那这个能量证法 比如说催债呀 催财呀 对吧 催桃花这些内容都会讲到 所以说为了保证大家效果 所以线下课我们会限制人数啊 会限制人数 不能像网上这种网上这种 你看现在直播间几千人 对吧 几千人想讲就讲 那你要一对一的交流 对吧 包括这会评论区 呃刷问题 刷的都很快 我有时候我还没读完 这个问题就已经刷过去了 儿子女儿术是全局还是看石柱 这个就比如说您有一个儿子 那就看石柑 那么有两个儿子 那就是石柑是长子 石枝是次子这样子 格局用神和身强身弱 去看冲突 不呢 以哪个为准 格局用神 石兄 格局用神是看子女成就 用的 而身强身弱 去判断 呃 子女是否为 命主的喜用 这是两个不同 这是看 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啊 它是两个不同的点 一个是 看子女他的成就 一个是看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这两个 屏幕是不同的啊 所以它是不冲突的啊 是不冲突的 它是不冲突 商官在年柱怎么讲 少怕商官晚怕劫财嘛 少怕商官你年少的时候 商官太旺 那你就太叛逆了呀 那父母肯定都喜欢 就是不喜欢孩子太叛逆 对吧 少怕商官晚晚怕劫财 劫财出现在晚年 谁都想自己晚年安乐 你晚年出现劫财 那代表劫财就把你财给劫走了嘛 这样的 三个孩子怎么看 第二个孩子以及2345678 这种几个孩子都是看十只啊 都是看十只 好 那啊 能明白就好 能明白就好 我看老师我真月初六 生人初七立春 我的属相是以排盘为准啊 师兄以排盘为准 是这样子的 排盘都是以节气来看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个人的生肖 一般是过了元旦来看的 比如说今年过了1月1号之后 对吧 我们就算作鬼卯年 但是1月1号之前呢 我们还算作这个 人影虎年 对吧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有的人是按按这个年三十来判断的 过完大年三十才到新的一年 你就要按新的一年来看生肖 那么年三十之前还是按前一个属相 但是排盘它是以节气为准的 排盘它是以节气为准的 就是 2月4号为立春 在今年2月4号早上10点42分之后 到10点42分之后才算作新的一年 但是10点42分之前 它还算作前一年 这里排盘是以这个为准 它非常的精细啊 所以和我们日常日常看生肖的方法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对对我们以排盘来看的时候还是要看节气的 流产的也算吗 就是只要这个孩子是已经出生降生于世的 它是要算的啊 要算入的 如果说是这个就是未出生就夭折的这种是不算的 这种是不算的 师兄 排盘一定要结合真太阳石 真太阳石是你的一个出生地时间 它是最准确的 最准确的 回放稍后会自动生成 这个达一课课件大家找到自己的斑满老师啊 找到自己的斑满老师 四胞胎的时辰怎么算 那四胞胎肯定有一个出生的先后顺序吧 子女心上官 上官在母亲年住 那你要看他在本气中气还是余气 本气我们刚才刚才讲了 他能够顺利有子女中气可能会有点不顺利 余气的话就是能量最弱 因为年支是离日元最远的 他能量是最弱的 对劫财在时干晚年要看劫财做什么 因为劫财这个不好定啊 劫财 虽然说是身弱之人的喜用 但是劫财他的这个特性就代表破财嘛 他把财给劫走了 也有九龙老师之前也讲过 劫财的话就说 身弱之人遇劫财是劫别人的财 而身强之人遇劫财 是这个被劫财啊 是被被劫财 就是呃 但是劫财就是他代表一个破财的项目 其实身强身弱 劫财过旺 就是遇到劫财过旺的时候都不是特别好 嗯 好 那么今天的答疑直播课就到这里了哈 各位师兄有问题可以找到自己的班班老师 打算报名加入弟子班的师兄 支付完成之后一定要联系班班预约登记哈 这边会给您推送九龙老师的微信 非常感谢各位师兄的捧场 那我们之后再见了 长春中月堂这个联系自己的班班老师问询哈 师兄 好感谢各位师兄 感谢 感谢各位师兄 之前的答疑课都在青州云课堂小程序里面 大家可以这个复习回看啊 好 好的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啊 感谢各位师兄 感谢感谢 行 那呃 这个有问题就问班班啊 或者在在群里沟通交流 咱们班的师兄这个问题 我可能会回到晚一些啊 因为今天消息非常多 下午还在做这个答疑直播课 所以稍微要晚一点 如果大家提的这个问题我都会 这个看到后都会及时解答了啊 都有回放都会及时解答的 感谢各位师兄的认可啊 有什么好的建议都可以提出来 或者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内容都 都可以找到班班啊 好好好 那就下播啦 再见 再见